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也迷倒了众多女子 再怎么说 这烟熏世子啊 也是长安五郡之一 自然是不能想去的 不过再怎么说 他也是只钟爱心儿一人 若睡山迁 他只取一条影 自从啊 在狩猎场见到你 就像那春风吹起心窝里 也许这就是真正的爱情了吧 爱情这种东西很奇妙的 就如同烟熏第一眼 就看中了心儿一样 爱情是不分高低贵价的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有人说呀 金钱可以买的爱情 小编告诉你 爱情啊 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的 拿钱买来的 不叫爱情 那叫小三儿 烟熏的感情线很冷 这原春公主啊 喜欢烟熏 这烟熏喜欢心儿 心儿又喜欢宇文月 这宇文月和烟熏 又有说不清到不明的关系 你看这烟熏和宇文月 是一张床上 他看宇文月的内容神情 就像一小兽 看着小公一样开心 都笑得稀巴烂的了 小编不得不怀疑 一下你的兴趣上啊 难道还想买你同吃 馨儿喜欢宇文月 这烟熏是心之动明的 但是他不死心 老是纠缠馨儿 跟馨儿欠了他钱一样 死纠缠不放 人家馨儿都是视频病女了 都和宇文月滚床单了 他依旧不嫌弃 先自死比赖脸的 向宇文月要馨儿 宇文月不干 烟熏认为 肯定是白送一个婢女 给自己 宇文月责得很亏 他就说 拿汉血宝马换馨儿 宇文月还是不干 还偏心关系 说跟烟熏不熟 想知道烟熏此时的幸运 引引面积吗 微信关注翻译是 小兵给你求面积 人纯公主啊 从一出场就对烟熏的 很是清晰 一切都是围绕着烟熏转 烟熏要是不玩 他就不玩 在旁边守着他 比侍卫还要忠心尽职呢 怎么说你也是个公主吧 不至于一直纠缠吧 这三条队的行马 不好找 两条队的男人满大街啊 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你对他好 他是不会记得的 他妈 以后有点好受的 你们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开玩笑 你父母把他父母杀了 你觉得他还会跟你在一起吗 如果会跟你在一起 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他治疗了 今生出了问题 才会和杀父母的仇人在一起 二是他取义逢迎 隐忍着死其反杀皇帝 但是他选择离胎 取了南梁公主萧宇 借助南梁的兵力 重新杀回长安 原本刚刚在上的 原成公主也只能跪下来求烟熏 这身份的大日转 看着真爽 烟熏终于啊 翻身浓奴把歌唱 带死了皇帝 自己称帝 但是也没有把原成公主 收纳进后宫 烟熏之前在长安的时候 只是一个质子而已 并无任何权利 原成公主更是比他身份高好几倍 所以说啊 为什么烟熏喜欢星儿 也是有道理的 这两人的骚遇 有的一批都是奴隶 只不过烟熏是高级奴隶罢了 因为有了这种骚遇 所以烟熏对星儿 有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或许这就是心心相惜吧 烟熏不喜欢相遇 那还要去许相遇 真是口是心非 还是同闯异梦 或许啊 这就是为了复仇 什么都不管了 至少骚遇不愁吧 但是后宫加历三千 请烟熏只想念星儿一人 我们都劝烟熏啊 又乱入君战 可烟熏 非是不清呢 就想星儿 就想星儿 骚遇之后独守恐慌 一生无子 下面咱们继续来插入一个互动 烟熏为了全力放弃了星儿 为了复仇 娶了骚遇 然后又对人家不理不睬 还让萧玉独守空房 孤独到死 原重重始始终 只爱烟熏 还因为烟熏被士兵凌辱 最后还是没得到烟熏 一丝脸脸 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 这样的烟熏 你觉得他属于什么人 是渣男还是渣男还是渣男 拿出你的手机 微信关注翻译 把你对烟熏的评价告诉我们吧 小编在这里等你哦 纵观全剧 总的来说 烟熏也是一个可怜人 喜欢星儿的时候 星儿属于宇文苑 成帝的时候 连圆纯都离他而去 剩下的消遇 也是独守空归 好好的一个大好 青年黑话政府 黑帝王 懂得天下又如何 还不是无敌的寂寞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看完的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 也可以微信微博 关注范儿影视 点关注 不迷路 超哥带你上高速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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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